我们来关注一下 最近外媒的聚焦点就在说 秦刚跟李尚福竟然 竟然有了一个新的消息出现 因为他们请辞了他们这个 国务委员的这些职务 那我们看看这个李尚福 他是免去了国防部长 以及国务委员的这个职务 但是目前还保有人大代表 以及中央委员的资格 这也显示李尚福的问题 感觉上面好像比秦刚来的轻一点 没有被取消资格的李尚福 接下来两会3月4号5号这两天 举行两会会不会出席呢 现在外界也在关注讨论 那在微博上面也有很多的网友 在讨论秦刚就说 他还在吗 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外媒都会声会影的 讲说秦刚是不是怎么了 好像是被消失啊 就是讲的好像是不是已经 都已经不在人世间那样子的故事很多 那他们讲说到底秦刚是什么状况 是不是真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呢 不舒服呢 什么都有很多的讨论呢 那人家讲说看起来 秦刚自己这样宣布请辞的这个消息 虽然是由这个官方来释放说 接受秦刚请辞 人大职务的消息 但是好像也意味着高层有意将这相关的案件轻轻放下 代表习近平要高举侵放了吗 美国学者就讲说 这个秦刚能够自己辞去人大代表一职 代表说他在这个可能罪行啊 或是资格上面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起码是整个体制对于秦刚还有一定的善意哦 对于习近平或是认明他的人的角度来说 并没有把秦刚当成敌人来看待 所以外媒最近都在关注秦刚跟李尚福的一举一动 再来看到这个现在不给拜登见缝插针的机会 美军好像这个盲刺在争吗 因为看到了这个福建舰 哇有新的消息 就说他们的兵力投射能力 专家学者就解析他们的侧面全景来看门道 那随着这个福建舰呢 他们测试进程持续的往前推 官方在公布出来他们的这个权舰外貌 国防安全分析的这些专家就讲说 航母是一个大国的象征 海军就是一个移动的国土哦 到哪里都边 到哪边都跟利益攸关的时候 其实军舰开过去就有威慑的作用 那主要就是建制美国啊 还有这个增长舰队阵容 射程越来越长的陆基反舰飞弹 也是提振这个解放军的一个底气 除此之外还有大陆的隐形无人机天鹰 首飞的画面也出现了 它的外形看起来有点类似美军的B2轰炸机 那它同时可以 这个装载雷达电子侦察这些这个设备 然后提高它的侦察能力 目标的这个打击能力都能够提升 感觉好像查打一体化 感觉战力非常的厉害啊 还有呢大家也说到了 因为前一阵子布林肯的菜单说 就说你如果不是坐在这个餐桌边 你可能就在菜单上 好像逼着盟友们都要选边站啊 这样的说法让人家听起来很狂啊 好像也透露出来美国的一个野心 或者是说他们是怎么样在看待国际政治的 结果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记者 就直接跑到联合国去问这个问题 问联合国的秘书长说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那请问联合国的角色又在哪里啊 如果当美国说出来这个菜单说 就问了这个秘书长非常尴尬 我们来看一看 A couple of days ago U.S. Secretary of State Mr. Blinken said and I quote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 are going to be on the menu end of quote What is the reaction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 on his view o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Bon appetit And Sorry that was Our view is that this organization has a table for 193 member states It is important that every member state be at the table and engage I was actually about to ask you what would UN be and it seems you have already answered UN is the table right At its at its Simplest Right At 他真是尴尬极了 所以联合国是那张桌子吗 所以大家是要坐在联合国桌边 还是坐在餐桌上头吗 那事实上最后这个秘书长的结尾更妙 他就说 你不要问一个法国人 食物的问题 用餐的问题 赶快扯开话题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那更妙的是说 81岁的拜登 还嘲讽77岁的川普 他接受这个脱口秀的这个 问就是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主动还提到年纪 就说 我跟川普老得差不多 我81他77 我们老得差不多 还说人家川普记不住老婆名字 现在就是叫做100步笑50步 所以让大家觉得也妙了 那更妙的还在后头 他去做了健康检查 感觉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他说 这个医生啊 觉得他太年轻了 我来听听 看来他的医生 话数高 话数也高 很懂得怎么哄他 所以 现在在政治上头 敢讲就赢了啦 那再来我们看看 他这样的讲法 也在大陆引发了 很热烈的讨论 就说 哇 这个拜登自称是这个 太年轻了 竟然登上微博热搜的 第八名 所以大家可能也快听不下去了 是不是 所以讨论度那么高 再来我们看一下 拜登在这个密西根州的初选 赢了 那有超过十万的选民 投下了抗议票 所以感觉上面 好像也不见得全然 大家那么想要支持他 他得到大概三十七万的选票 得票率是百分之八十点八 那没有异象的人 大概是六万张 是占了百分之十三点四 好 这个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杨老师怎么看 现在这个秦刚跟李尚福消息 秦刚跟李尚福的事情 有一阵子了 其实我们外界的人 是没有办法掌握到 真实的这个情况 可是西方媒体很喜欢 用阴谋论啊 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 这种方式来去解读这个例子 那现在大概清楚知道 那他们其实当然 植物被卸下来 但是呢 各自大概反映出 他们各自所犯的这个错误 一定犯错嘛 才会被拉下来 我觉得现在要看 因为在中国大陆就是 它是一个政党专政 共产党专政的这样一个体制 所以作为政治的领导 就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跟这个权力 所以你作为这样的领导的时候 如果你稍微一个 这个就是说不注意的话 很可能影响得很深刻的 那当然 看乌服化的东西 就很容易出现 这个回想到我们过去 在蒋经国时代的台湾 他就特别重视这一块嘛 很多人就不注意 那就让你离开 对不对 而后来到李登辉之后 台湾的黑金慢慢就整个 腐蚀掉台湾的民主政治 那现在日本也是一样啊 两个情况 第一个 你的这个 所谓的政治献金的问题 造成派系解散 这是自民党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他的三大派系完全解散 来回应民意 他过去跟统一教的那个问题 造成安倍进山被刺杀 统一教被视为就是现在邪教 现在有一个就是大臣级的 那他过去解释不清楚 跟统一教的关系 所以各位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政治人物的这个领导 我觉得其实一定要很谨慎小心 现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那这个事情现在告一个段落 至于说这个餐桌跟就是这个菜单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美国人跟西方人看餐桌菜单 它的餐桌是长方形 各位你们看到任何中美之间的谈判 它都是长方形 西式餐桌 在我这边的是我美国跟我美国的盟邦 但其实也就是我坐的中间 然后在我对面的就是我的敌人 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 这些国家 然后这个餐桌就是国际政治经济的 这种竞逐的场合 那当然是个虚拟的对不对 但他的思维是如此 至于他旁边那些盟邦 你以为你在餐桌上吗 其实你不过是 人家帮你就点好了菜单 你也必须要吃 人家给你的套餐 那至于中国呢 中式是圆桌 圆桌就是一种想象式的 就是这个国际体系 应该是个多级体系 而且很重要 过去没有在坐的餐桌上的中国 现在坐的餐桌上 而且他要把全球南方都邀的 这个餐桌上来坐 那这是个圆形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这个共餐 对不对 而不是像西式的那种 必须要这个自己的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中美之间 在国际政治经济的认知上面 这个架构的这个差异 以及他对于这个 就是说国际体系的认知的差异 而这个差异呢 就很重要 就是说 当他变成共餐 或者是个子餐的时候 谁到底在菜单里面 谁在菜单里面 当然我可以确定 台湾一定不在餐桌上 这是确定的 太好了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我们最近不断地看到 解放军的新的无人机 那这个是刚刚主持人 所谈到的天鹰无人机 那天鹰无人机其实最早 它在2018年珠海航展的 室外展场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看到这款无人机 但是它在最近完成试飞 试飞成功 那这是最近的一次 那其实我们之前 还有在航空母舰上面看到什么 看到攻击11 攻击11其实也就是未来的 歼35甚至歼15 它的中辰辽机 而且它可以担任 在前线打击的任务 那接下来我们还看到的是 飞鸿97 飞鸿97也是无人机 它其实非常像美军的SQ-58这种 女武神的这种无人机 可是大家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解放军它的无人机 在大爆发 因为其实它只要解决了 Data Link的问题 也就是它的无人机 完全是配合着 它的作战需求 来无碍的进行设计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来看看 它对于别人干扰它 它有没有准备呢 它其实有准备 这是在去年的长春航展的时候 它展出这一种 这一种RCT-195B的这种 数据链跟踪干扰战 其实它跟踪完 就是要进行干扰 那它这种干扰的频段 如果由这个天线的 像鱼骨天线来看 它的这个频段 约略就在UHF频段 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说 我们前一段时间 美国要卖我们的Link 16加强版的 就在这个频段里面 也就是它准备好 要对我们进行干扰 但是事实上这是最近研发出来吗 还偏偏不是 为什么我们看之前 它在2018年的时候 这个是什么 这是美济礁 它在美济礁上面就已经看到 看到这一款的干扰战了 另外我们现在一直在把重点 瞄准在福建舰上面 我们有想到只有福建舰吗 其实不只有福建舰 我们最新看到的照片 也就是说他们4600吨的 076的两栖攻击舰 其实只差我红色框框这一段之外 其他就要合拢完成了 而且它第4艘的075两栖攻击舰 事实上它虽然上面还有一些鹰架 但是它也离海事不远了 我们有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向这个政府提出的最大疑问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影片 中国记者问联合国的秘书长 然后这个餐桌还是菜单的问题 他很尴尬的笑 第一个当然他开个玩笑说 这个希望你能够用餐愉快 有好的胃口 之后他当然就去评论 可是大家看到他评论的蛮尴尬的 我们要注意中国大陆在这一次 布林肯的这个餐桌跟菜单比喻的这个事件 一连串演发下来的 其实代表了中国大陆 现在在国际政治上的一个风格的转变 过去中国大陆对于别的批评他 他都是采取一个 我被批评我就强烈反击 我的回应是都是硬邦邦的 然后很多中国的立场 那就是造稿操练一成不变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经过了这么多轮 而且中国大陆现在就像刚才杨永明教授分析 他已经有金砖几国的这个底气 然后他又有南方大国的支撑 所以他越来越有底气的结果 他风格的转变之后 他越来越能够进入西方社会的这种操作 跟一种幽默 那我们看到当布林肯说 这个世界就国际体系中 如果你不是在餐桌上 就是在菜单上 就这个话在第一时间 四倍中国大陆长得很漂亮的华春莹 他是外交部的助理部长 然后他还是发言人 他就直接在他们推特后来转型 叫做X上面 他就立刻发了一个言 他说王毅讲的是 这个外交十字路口上面 然后大家应该要多赢 而不是单赢 结果布林肯却说 你如果不在餐桌上 你就是在菜单上 那请问这两个哲学 你要选哪一个 在现在全世界安全的十字路口上 那当华春莹提出了 对西方的这种灵魂拷问的时候 马上他们的传媒 环球日报 随棍上说 你看这个布林肯 就是霸权思想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这个是一个零和游戏的赛局理论 各位看看 以前西方骂中国大陆的所有的部分 他现在完全回送给美国布林肯 那这个事情说明中国的底气 他的策略的改变 以及西方世界 你如果还要以民主的人权的 照顾大家的未来 真的不能够像布林肯这样的失言 那当然美国现在更大的危机呢 确实是拜登的老化 而拜登的老化呢 是现在民主党心目中最大的痛 所以他虽然没有别的人选可以取代 但是呢 拜登呢 大概会成为跟川普对决的唯一的候选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昨天有一个大消息 让全世界都非常的震惊 就是苹果他们从2014年准备要进军到汽车市场 在昨天梦碎正式宣布 叫停了电动车的研发计划 那彭博社表示这个Apple Car的计划取消 这2000人的研发团队 全部都要转到生成是AI的领域去 那不具名的消息人士甚至讲说 苹果今天对内宣布的时候 这2000名员工也才刚知道这个消息 都觉得非常的讶异哦 你看看美国的YouTuber讲说 啊这终于发生了 再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因为我们其实都没有听到这个Apple Car后续的消息嘛 没想到现在宣告终结 那是不是也代表着这个 美国要在这个电动车领域 想要跟中国大陆这边一较高下 真的很难连苹果都不见得打得过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 马斯克 这马上在他的X平台上面 发了一个敬礼 加上这个抽烟的符号哦 他在另一则的回应推文当中 写到了一家汽车公司的自然状态是死亡 暗示着其实现在汽车业的难关重重哦 因为其实就连特斯拉跟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哦 在很多市场上的较劲都是败北的情况 更不要说苹果是后来才来加入的 所以要打败大陆的车厂是非常非常的难 那科技的媒体也点出来 他们说任何进入汽车领域的科技公司哦 都需要一个制造合作的伙伴 但苹果的电动车哦 却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孤独的死去哦 苹果可以安息了 因为苹果他们就自己闭门造居 完全没有什么其他合作的一些伙伴哦 所以感觉上面现在最后这个计划 还是没有办法实现 哪怕当初库克有这么这个理想啊 还在这个发表会上面 曾经有给大家讲了一些这个构想和愿景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大陆的一些这个造车新贵们啊 同表震惊 因为他们都知道都有在聊 就是说这个2024对于电动车来说 非常非常的关键哦 首先才刚发布电动车的这个小米啊 雷军就讲说啊 三年前我们做了无比坚定的战略选择哦 因为他就是要杀进这个电动车的市场 那他们战略是人车家全生态哦 他们深知这个造车的难度 所以三年前也做了这样的一个 无比坚定的战略选择 认认真真的为米粉造一辆好车 要跟他们的手机 还有他们的米家生活全部都绑在一起 除此之外 理想汽车的董事长理想 他还讲说 现在看起来哦 这个苹果呢 嗯其实苹果这样的就离开汽车市场 他说其实现在汽车市场的成功条件 最重要的是人工智能 汽车的电动化是上半场 人工智能才是决赛 换句话说这个赛道啊 已经是到了下半场的比赛了 深蓝汽车的执行长也提到 造一台可以跑的电动车是容易的哦 造一台好的电动车很难 造一台消费者拍手称好的好电动车更难 所以他其实希望苹果能够再坚持一下 但没想到现在苹果结束了他们这一个赛道 那小鹏汽车更是讲说哦 现在在2024年他们原本预估说 应该所有的电动车都会全面的出牌 但没想到苹果出了这样的牌 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因为他们本来想说不知道苹果会推出什么样一个 划世代的产品 但没想到是退出 再来看一下比亚迪最新的这个画面 仰望U8的画面哦 会水上飘 我们直接来看看 它这个价格哦 甚至杀到35万 这个油电车 然后漂浮的SUV 比亚迪是打了这个车海的战术来抢占市场哦 所以我们看到 它可以直接在水中来掉头哦 让大家觉得非常的震惊哦 在这个日内瓦的 瑞士日内瓦的车展里面 秀出了能够水上飘的SUV 还开进了深水区 没有直直往下沉 还能够继续前进 甚至在水中掉头哦 因为他们呢 就是四个 每个轮胎都配有四个电动马达 能够在车身一半以上泡水的情况 在车内保持30分钟 没有明显流动积水 也让这国内外都非常的震惊哦 那加上比亚迪 也打出了价格战 所以美国现在也是瑟瑟发抖啊 三大巨头就觉得饱受威胁 到底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会不会摧毁美国的企业呢 现在变成连纽约时报 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以 就是 这个消费者跟果粉而言 这个苹果退出汽车市场 是有点可惜 因为它的专长就在 人工智能的发挥啊 对不对 那做了十年 其实也许接下来的下半场 反而是它的长处 那是不是它可以去跟合作的方式 也就是说 不是你去真的造车 但是呢你提供平台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 大概都可能是苹果 现在觉得说 一方面它面对 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挑战 同样是美国品牌 第二个是 现在全球的市场 在电动车这个层面 你当然就是中国的电动车 所以这个就市场面而言 它也许觉得 这个带很难回收 不如把资源 有效的运用 转而去做 真正AI的这个发展 也许是它的这个决策 那但是我们现在了解到 在去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一大 汽车出口国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那可是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动力电池啊 也同样是中国 是第一大的这个市场占有率 那这边第一个就讲到的是 那林德时代 对不对 占全世界的36.8% 那排名第二呢 那就是比亚迪 比亚迪占15.8% 所以两个公司加在一起 占全球动力电池 就离电池的50%以上 那另外第三名到第十名呢 有四个是中国的这个企业 有三个是韩国 有一个是日本 当然份额都比较小 所以事实上 你现在在这个电动车层面 关键现在理想说的没有错 上半场是做的是 所谓的这个就是电动化 下半场是人工智能 那当然其实所有中国的汽车 都走向这个下半场 那我就要提醒大家 有一个事情 就在大概前两个礼拜吧 台湾的市场上就有传言 玉龙是不是要进口 这个跟大陆合作的品牌 比亚迪还有奇瑞 玉龙赶快很紧张 就1月28号港元发个新闻稿 没有这回事 你知道现在台湾的法律的规定 马上的经济部就跳出来 他说这个法律规定 不可以进口日本 中国大陆的车子 而且如果他们进口 这讲得好酸 他说如果进口的话 要经过重重严格的安全检验 所以人家中国的车子 在中国是不够安全 到台湾来要经过重重的安全检验 那还不一定能够上市 那车辆工会也怕 因为现在整个汽车的贵 他说禁止整车底盘 少数几辆零件 都是禁止从中国进口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这个 就是消费者真的很可怜 你们看了广告 看了我们刚才那个 那个是U8吧 对不对 蟹木 那个蟹木到那个情况 那个U8没有那么贵 不是35万 35万是另外一个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湾 你如果真的要走向 就是说这个自由开放的话 你为什么怕中国的电动车 最后 eventually他最后会从别的市场进来的 他说里面很多晶片 会泄露国家机器 就是像扫地机器人 会看看你家里有多少灰尘 传回北京这样 我们来问一下建长 再一次证明 现在只有内衣跟袜子不会泄密 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嘛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这样讲 仰望U8 它卖的已经不是一个移动工具了 它卖的是什么 它卖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所以它的设计才会是如此 我们刚刚只看到了水上飘 可是它还可以原地转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一个痕迹 它根本就在原地转 下面这个是水上飘 也就是它刚刚讲到可以转向什么之类的 它的启动多简单 也不过我们刚刚上面看到的 这个原地掉头按下去 它就原地掉头 然后它还可以选择角度 因为手板做太多了 所以就没有在做 它可以选择角度 然后朝那个角度原地转 那这个水上飘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窗户密闭 可是这个是窗户开启 可是当你到水里之后 它窗户就会立刻的升起 那为什么呢 确保那个水不会进来 那我们来看这些车子 其实我们必须这么说 也就是说 现在的 现在这个比亚迪 它出的这个车 我们刚刚讲的是仰望 很多大陆网友说 小舰长仰望你买不起 的确是 可是我们要认知比亚迪的 那个产品线 不是只有U8 它用中国朝代的名称 它有原 秦 宋 唐 汉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里面 你就会可以看到汉 而且我们刚刚讲的顺序 是从便宜到贵 它所有的告诉你 这个是糖 它就有点贵了 告诉你这个是汉 那就也是有点贵 告诉你 小舰长开的是原 对 那是最便宜的 那所以它可以用这个 也就是什么 中国人已经非常有自信 站起来 而且比亚迪的车 我们这样讲 它在去年10月的时候 它到了东京的车展 去展出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一个车厂老板的脸 面如铲灰 为什么 因为那个就是 Toyota 丰田张南的老板的脸 他说 我们必须要赢 但是拿什么赢呢 他说 在销售量取胜 是一种观点 那个是现在 比亚迪 很快就追上来 为什么刚刚 永明老师说 经济部这么多限制 因为他知道 如果一进来 玉龙很快的 就没有了 所以真的是中国功夫 展现水上飘 我来特别提一句话 你看看这个纽石这边讲的 他们现在要怎么样 跟中国大陆 平起平坐呢 中国能做到 我们也能做到 需要靠 勇气跟真诚 虚无缥缈 这样可以赢过中国大陆吗 我觉得 纽约时报的评论 可能还欠一句话 需要有政府权力的政策支撑 因为讲实在的 我觉得 苹果会放弃 开发了十年 投入数十亿美金的研发 果决的说 他不发展 这个车产业 他背后的 有一个潜台词 就是他对美中 继续这样子的竞争 跟抗争 他非常的不看好 可是呢 你如果真的要在这个领域 能够有所突破呢 你还是要有 产业链的支撑 所以你跟中国 完全断钩脱钩 是没办法进行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美国的政策 跟台湾的问题 是一样的 我弟弟为了要换车 搞得整晚不能睡觉 不敢买电车 为什么 因为他有充电焦虑 他不晓得 他到哪里 可以去充到电 万一出去玩的时候 没电了 怎么办 可是美国跟台湾一样 根本都没有做好 全国性的 整个充电的设施 所以你在发展 电车消费者的时候 他怎么敢买呢 可是相对的 中国大陆 他不仅在电车产业上 他在所有的 硬件设施上面 他全部的给你要求 新的建筑物里面的 电车充电设备 还有他城市 我跟各位说 北京的那个 旁边的城市 雄安 这雄安的建设 多么强大的企图心 未来你要所有车子 要进入雄安的时候 你必须先 把你的油车 停在一个地方 然后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 翟轩好 大家好 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海军舰长李李诗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来关注今天这个 中国大陆的海景的最新情况 2月29号也就今天 中国的海间8003 还有海景14608 以及2203 在金门的水域 已经进行 在我们进线的水域里头 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航程图 的确是开了进来 所以这几艘包含了8003的 还有14608的 是沿着这样子的一个 进线的这个水域的内侧 这样子航行 还有这个海景2203 同样也是在这边来回的 这个航行 所以也是他们这样子 常态性的巡航 每天每天都在执行当中 另一方面我们看 这个2月28号也就昨天 也有记者直接在金门的岸边 就目击到了中国大陆的海景船 真的是靠得非常非常的近 哪怕前头是雾茫茫的 我们现在红圈圈圈起来的 其实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海景船 也就代表说他们真的是距离金门 非常的接近 所以用肉眼可见 他们在这样子的水域里头 这个正在巡航当中 那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船舰到这个 金下水 进线水域当中 那绿营还在喊说 要驱离陆船吗 我们看这个兵哥 他就提到 他说这个2月27号 金下海域里面其实已经看到 这个巡查的船舰 从8艘增加到了11艘 连2000吨8000吨的大型船舰 也都在这其中 那陈建仁前两天讲说是直接驱离嘛 苏子云说我没有4000吨的 那兵哥就讲说 你说什么不用怕 结果人家今天来了8000吨的 你要跟他撞吗 所以总是好像你在反呛之后 又会激发更新一波 更升级的一个对立的态势 两岸的博弈升级 看到有网易的一个报道新闻 8000吨级的这个医院船入场 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这个8000吨级的海事船 叫三沙一号 它是保卫海权跟这个 保卫海权的海警船是不一样的 它主要功能是在海上搜救 人道救援 还有海上的交通保障 可能是要为着 是不是会有大规模的冲突 来做准备或者是演练呢 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两艘 万顿级的 这1万2000吨的海警船 是不是恐怕也接下来 会前往这个惊吓海域呢 那这样的情况就会 更难以解决 那人家讲说 看到了菲律宾 是不是也想想现在的台湾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 他说过去只有中国海警船 在我国水域活动 可是他们现在军舰跟渔船 也都加入这个行列 现在情况改变了 这种现象非常令人担心 过去是只有海警船的 但是越来越多的船 来到了这样的水域 那不就像我们现在 目前惊吓的情况吗 难怪有一些网友讲说 今日菲律宾明日台湾 现在已经正在上演当中 那到底什么样的做法可以让台海目前的态势 比较降温一点呢 夏立言 国民党的副主席 他访问中国大陆 国台办的主任宋涛 在今天晚上会设宴餐序 他的访问团是2月28号 昨天的傍晚在深圳 前往南昌途州 接获到了这个国台办主任宋涛的邀请 所以双方就约了 今天要在上海会面餐去 希望说是不是也能够谈到 目前这样子惊吓的这个情况 然后双方有一些新的沟通 或者是看能不能让这样的一个态势 能够更加的降温 那再来 王定宇讲说 我们可以等美国来停我们台湾 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在吉里巴斯登上了大陆的陆船 来检查非法行为 也许台湾也能够运用这个模式 来图显主权 也不至于升温冲突 蔡正元立刻就呛他 他说你连8000过来都敢讲 你就去请 美国才不想管这种事情 大家讲得好像就是 讲得很容易 那再来 美国现在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 不发一旦挤压台湾 美国的智库学者讲到了 现在目前金门快艇事件 台湾如果没有强力的军事存在的话 将会给北京更多的操作空间 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研究所 他们说如果台湾没有更强大的军事的话 反而会让北京觉得说 接下来操作空间更大啦 那接下来几个星期可能会看到 这个情况更频繁的发生 换句话说是什么呢 就是说希望是不是能够 跟美国多买一点这个武器啊 或者是说更仰赖美国一些呢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永平姐 永平姐怎么看现在这个海监船 每天都来这边巡航啊 第一个呢 我觉得当国台办啊 就是大陆可以说官方对台的一个 最高的机构的发言人呢 都可以指着指着我们的这个海巡的海洋会的主委 管碧琳说你冷血无情的时候 其实就说明了这个事情 其实目前来讲一时之间难以找到一个解法 那当然这里头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双方并不是没有努力 在金门的这样子多轮多轮多轮的协商呢 可是这个协商没有结果 因为两方面的落差太大 第一个呢 台湾定调了 这个根据民进党内部的消息是说 道歉绝对不可能 可是呢 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说 检方有讯息出来 他其实是朝这个执法意外的 这个方向来侦办 换句话说 就算是意外 那他很有可能有过失 就是说虽然呢 我们的这个海巡船不是有意的 故意去把它撞翻 然后造成人死亡 可是呢 你就算是一个不小心的 你也可能有执法过当 或者是执法过失的问题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其实你说一句 道歉 抱歉 特别是对方有人死 也不是很为难的事情 也不是一定不能接受的事情 可是民进党政府基于意识形态的关系 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批评很久了 这个内阁其实是一个看守内阁 可是你看守内阁为何还要如此的强硬 而管碧林呢 又为什么会让对岸呢 觉得你如此的冷血 这个都跟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呢 他自己内心 有自己内心政治算计的小九九有关 管碧林现在图的 可能不是说他未来在这个赖清德的新政府呢 还有可能扮演角色 但是他很可能他会投入回去地方进行选举啊 那如果他有意高雄市长的选举 是不是马上民进党的初选就来了 所以他现在姿态又必须摆得很强硬 然后并不认错 可是你不认错你要有一个基础 就是说你可以提出你没有错的证据 可是你又提不出来 然后在密录器的这个问题上面呢 大家也是争议不休 事实上呢 民进党一直被打脸 因为在管碧林的前任 在2017年的时候 接受这个立法院的质询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承诺了 每个人都会配发密录器 那当然后来陈玉珍 国民党的立委呢 发现说可能是密录器中国制的问题 所以民进党停止使用 问题是你停止使用之后 到现在只不过你需要3000支 很少的钱 那你很快的跟别的国家来采购 就一个紧急预算 一个二倍机马上就可以执行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会拖延呢 所以这种种种不合理的行径 就让外界的阴谋论越滚越大 就认为说 其实我们有监视录影弹 其实我们有带子 可是呢因为对我方不利 那个民进党又拉不下面子 所以不肯好好的面对大陆的情况 那搞至今天的这样的情形 那这样的情形说真的 从中国大陆的角度 本来他希望台湾海峡 整个海域内海化呢 就是一个他既定的方向和目标 那你今天呢 你又这么大的把柄 落在别人手上 那你当初金门 这个所画的 我们我方自己画出来的禁制区 又是一个在政治氛围比较好 民国81年 1992年 两岸谈定了九二共识 有一个共同政治基础下呢 大家互相的尊重 可是这个政治基础 在民进党执政的这八年来 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 你说中国大陆 现在他的船也比我们大 武器也比我们大 这个各方面 那他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想要在政治上给你威吓 在各种状况下 也要替他死去的国人 找一个公道呢 我觉得这个在大陆现在的民情 还有他的政治算盘里面 当然这个是大陆会走的一个方向 那这也是现在两岸的关系 升温紧张的一个情况 也是让我们觉得不安的地方 好来请教杨老师 现在这个王定宇说 我们台湾跟美国可以共组 就是海岸的合作互语 因为我觉得台湾这边 也有在做一些认知战 他不断地就说 你看惊吓的这些海警海巡出巡 否认我们主张的禁制限制水域 因此呢整个掌控这边水域 现在台湾海峡都要被内海化了 因此呢我们最好要把美国 不管是军舰还是海岸防卫队 那个叫海岸防卫队引进来 王定宇就这样的主张 这个我先提醒啊 你还记得这个事情发生的 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 盖拉格美国众议院 这个就到台湾来啊 还见了赖清德 还见了蔡英文韩国瑜 对不对 他见赖清德的时候还说 中共侵台一定失败 那另外 这个另外讲说 你们一定要买榴弹炮 而且要在台湾坐 因为他11月就要下来 但不管怎么样 他本来三天行人 他两天就走了 对 这为什么呢 什么都没讲 各位 我们过去在处理国安的时候 很清楚 我大概可以了解 AIT啊 美国在外卫会 其实在盖拉格来之前 一定有跟他们沟通 这个事情有关于在惊吓之间的 这个水域冲突的事情 你最好不要讲话 记得问到你 你也不要讲话 所以他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访问 他也没有任何公开的 跟我们的这些政治人物对话 两天见完了想见的人之后 就赶快走 就把这个 就怕这个事情烧到身上 变成美国要去介入 各位你记不记得 我们台湾跟美国是在 1954年韩战结束之后 签的共同防御条约 可是在1958年的823炮战 美国是绝对不介入 也不靠近金门的水域 他最多就是把补给 送到金门附近的水域 然后呢 由金门这边派船去领 所以从头到尾 对于金门的这种认定 这美国是不愿意介入的 这个是大概有一个 就是说在过去的实践 到现在都是如此 而民进党自己也曾经说 要放弃金门马祖啊 是不是 你现在在金门惹事了 遮掩说谎 然后呢 想要把这个事情 变成一个认知战的时候呢 要拉美国进来 美国不会这样 被你拉进来的啦 虽然在去年6月的时候 他有一艘海岸防卫队 4500吨的Straten 经过台湾海峡 但是那也是因为 在台湾海峡 他把它视为 就是说国际水域 那当然 这个双方都有主张 这个就是 大陆台湾这边都有主张 这个经济海域 所以他会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在台湾海峡 在台湾这边 他适时的展现 他的这个穿越 可是这个穿越 也遭受到中国大陆这边的抵制 越来越明显 所以在金门 厦门这边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一开始是台湾到现在为止 我们自己心虚 有一点理亏的事情嘛 Show me the video 对不对 没有video 没有真相 你怎么叫人家去接受呢 我们自己当初面对日本的联合号 面对菲律宾的广大信号 我们也是受创方 我们这个多呛啊 对不对 民情多激愤啊 但是呢 对方也就道歉 马英九时代还派军舰去耶 就是广大信号 两艘既得舰 还有战机了 那现在如果大陆这么做 你还得了 当然我不是做这种对比 而是我是觉得说 其实真的 要有一个风险管理的概念 提醒大家 worst case scenario 最坏情况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台湾 台湾的情况 耐心的还没上来 还没上来 就你连续发生这样的情况 真的 不要过于那种反射性的 这种回应 要做最坏情况的假设跟准备 当然希望它不要发生 worst case scenario 在危机管理跟风险管理的上面 其实这个很重要 不要让这个最坏的情况发生 你不要在那边讲那些 大话然后没有用的东西 美台合作 美台合作什么东西啊 好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王定宇委员 是我们的立法院的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他讲出这个话 就是说美台可以合作互语 我听到这个 我觉得非常讶异 他连最基本的国际海洋法的概念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金门 马祖 乌丘 全部都是在大陆的领海基线之内 在领海基线之内 像陆地这一方的 那个是大陆的内水 所谓的内水 它的管辖的地位跟领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台合作互语 那互语到底要互什么呢 因为那个是等于现在金门 我们所谈的这个禁制水域跟限制水域 其实当初是因为就像刚刚副市长讲的 那是在两岸有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 所以人家愿意说让我们禁制水域 限制水域我们大家来默契好了 可是现在既然总统都已经说我们两岸互不隶属 那而且又发生这种汉事的时候 对不起 那就大家按规矩来 那个是大陆的领土 那我曾经讲过 我再讲一次 国防院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国防的认知作战中心 他又在讲说 我们可以 我们海巡署有大型的船 有两千吨的台南舰 四千吨的嘉义舰 其实没有再怕的 其实简单讲就这样 其实我很欣赏苏子云他的一个这样的勇气 但是我们来点点名 什么点点名 我们来看 现在大陆的海警 他到底有多少船 刚刚翟轩有讲到一万两千吨 他有两艘 这个巴拉巴拉巴拉一直算 算到三千吨以上 他到底有几艘 他一共有四十六艘 那不是如此而已啊 要算就要算完啊 那另外呢 他还有 对不起 我只算到一千四百四十吨 为什么 因为一千四百四十吨 他是他的 零五六的原来的飞弹护卫舰 他改装的 他这个以上 他又有多少艘呢 他一共有五十三艘 刚刚的四十六艘 加现在的五十三艘 一共九十九艘啊 他现在虽然大家看起来 他在南海 他有遇到有人爱交的问题 他有黄烟岛的问题 然后他要去经常的巡弋 钓鱼台的问题 但是以九十九艘 来做这一个在京夏海域的巡弋 绝对是没问题的 那可能有人就会讲啊 小县长 那我们到底有几艘 好 那我们有几艘就来了 来 我们来看 我们四千吨的有三艘 那如果说呢 我们比对中国海警 他在四千吨以上的 他有十三艘 那我们看三千 三千吨 如果我们是两艘啊 比对他们三千吨到四千吨的 他们一共有三十三艘 下面我们 我们刚刚只算人家 算到一千四百四十吨 那我这里还把这个 什么安平级啊 或者是这个五百吨的花莲舰 什么通通算进去 然后呢 其实我们的船 远远不如他们 所以不要再呛了 该道歉就道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